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宝强都是非常的熟悉了 她是著名演员王宝强的前妻 本该有着美好生活的她却因婚内出轨 王宝强的经纪人遭万人唾弃 我们对于王宝强的意义象很深 王宝强看起来非常老实 甚至还有点憨憨的 自从遇到马荣之后 王宝强就对马荣一见钟情 不得不说 宝强在恋爱方面还是有些手段的 在自己的天言蜜语的攻势下 马荣和王宝强走到了一起 结婚之后 王宝强给了马荣非常多的关心和爱护 即便当时宝强已经爆红 工作非常的忙碌 但从来没有冷落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从这可以看得出 宝强是一个好男人 不管自己事业发展得有多好 自己有多红 从来没有爆出过绯闻 对马荣始终如一 然而马荣的做法却辜负了王宝强 王宝强在外面挣钱养家的时候 马荣却耐不住寂寞出轨了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 两人经常趁王宝强出差的时候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件事也伤透了王宝强的心 2016年 王宝强深夜这一则离婚声明 有如一枚炸弹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王宝强不仅官宣了自己和马荣的离婚消息 更是透露了他们两人的离婚原因 自己的老婆马荣出轨了自己的经纪人宋哲 这两人的丑闻爆出来之后 马荣的嘴脸也暴露了出来 马荣当初也想要反击 可是他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做如何想 都找不到王宝强一点的黑料可报 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场闹剧 控诉王宝强对他家暴 然而轻者自轻 很快他的这一出闹剧就沦为了笑柄 更加令人愤怒的是 明明是你有错在先 他联合宋哲把王宝强的财产给转移走 这件事也让宋哲进了监狱 马荣的口碑也受到了冲击 从一个影帝的妻子沦落为了现代潘金莲 只能说是一自作自受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但还是有网友不买账 离开了王宝强之后的马荣 就为了生活踏入了直播卖货行业 但是效果却不太好 只要是马荣一出现在直播间 评论区都是骂他的 甚至首次的时候一件货都没有卖出去 被骂得下波了 如今沦落为人人喊打的地步 只能说是马荣自己作的 怨不得别人 在个人感情方面 王宝强遇到的新女友冯妻 草根出身的王宝强 又自己的淳苦忠厚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好评 第七位 姚迪 想当年姚迪作为娱乐圈的新星 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却按捺不住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让姚迪积累的口碑跌入谷底 当初姚迪在出演的裸婚时代 这个电视剧 让他收获了大众的一致肯定 在拍摄的时候 姚迪和文章的亲密系非常的多 时间久了之后 两个人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虽然当时姚迪还没有男朋友 但是文章却早已与马依丽组建了家庭 文章事业的发展 马依丽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文章与姚迪爆出绯闻之后 文章也回归了家庭 马依丽也选择了原谅了文章 而姚迪却受到了网友的谩骂 称她是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婚姻 姚迪也因此事退出了娱乐圈 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付出 毕竟谁也不会接受一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第六位 玛雅书 玛雅书这位女演员 在娱乐圈的名气不太高 很多人都对她感到陌生 如果要说吴奇隆的前妻 大灾应该会有所耳闻 在当时玛雅书和吴奇隆 一起拍摄了《萧十一郎》 依系生情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吴奇隆名气还不大 自己的父亲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给父亲还债 吴奇隆拼命的工作 等到把债务还清之后 玛雅书和吴奇隆 就正式地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为了弥补玛雅书 本就不富裕的吴奇隆 给玛雅书买了一颗大钻戒 足以看得出 吴奇隆对玛雅书的爱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人的婚姻 只持续了三年的时间 因为在结婚后 玛雅书就被爆出了婚内出轨 甚至被拍到了和老外 一起出入酒店的照片 这个老外就是玛雅书 现任的丈夫 吴奇隆在看到之后 果断就宣布了离婚 对于这件事情 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 有的网友说 玛雅书是婚内出轨 也有的网友持反对意见 说是玛雅书与吴奇隆 离婚之后 才和这位老外走到一起的 不过真相如何 只有本人清楚了 现在的吴奇隆 早已经和刘诗诗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两人也是常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 也许是看吴奇隆现在过得太好了 玛雅书经常会诋毁吴奇隆蹭热度 真是令人厌恶呀 第五位黄毅 相信有很多网友对于黄毅 能够出现在今天这个榜单上有些疑惑 有的可能会问 黄毅怎么会是渣女呢 是啊 当初黄毅的前夫不仅冷暴力的 还在离婚之后在网络上爆出黄毅的黑料 黄毅在当时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早些年的时候 黄毅可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渣女 黄毅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就与演员聂远因戏生情走到了一起 后面黄毅还在《还珠格格》中出演了小燕子一角 让她家喻户晓 彻底地爆红了起来 在红了之后的黄毅就开始嫌弃聂远 因为当时聂远的事业还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后面黄毅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就选择了与聂远分手 现在的黄毅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名气 反观聂远因为演习攻略让她爆红了起来 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不知道黄毅现在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第四位 李小璐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婚姻在当时备受瞩目 被称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当时贾乃亮见到李小璐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于是为了追求李小璐 贾乃亮可谓是煞费苦金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个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贾乃亮也是一如既往地对李小璐好 但是在两个人结婚之后 李小璐却不老实了 失业被狗仔拍到夜宿说唱歌手的家中 两个人的举止非常的亲密 在进入家里面不久灯就关了 这很难让人不服想联翩 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 很多网友都为贾乃亮打抱不平 两个人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现在的李小璐沦落为一个网友 每次李小璐带货的时候 网友们还是不买账 第三位 张静初 张静初在刚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 就出演了顾长卫导演的作品《孔雀》 让张静初的名气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过正当事业发展巅峰的时候 张静初却遭到了封杀 原因就是当初张静初为了能够上位 就勾打那些导演 勾在又拍摄到了张静初与顾长卫 在车里面做的一些不堪入目的事情 这件事情被爆出之后 顾长卫的妻子蒋文力气不过 伤了张静初一个耳光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张静初就没有继续和顾长卫一起合作 反而却和王全安 张家瑞等导演合作 并且还和他们在酒店过夜 后面就被导演的太太们一起围攻 张静初无奈之下只能跑到香港去发展 在到了香港之后 张静初出演了几部作品 但是反响都不大 于是就选择了去往美国进修 从美国回来之后的张静初名气 早就已经不如以前了 现在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了 第二位 董洁 董洁是娱乐圈公认的实力派女演员 当年和潘月明的婚姻 也受到了网友们的祝福 然而好景不长 结婚之后的董洁在婚内 被爆出了出轨演员王大志 不仅如此 明明是自己的错误 董洁却把全部的过错 都推到了潘月明的身上 还公开造谣是潘月明导致的 一时间网上谴责 潘月明的声音铺天盖地 甚至给他戴上了渣男的帽子 这场分手双方退场特别难看 但在事情之后 潘月明也得到了澄清 这时候所有人都看到了 董洁的丑恶嘴脸 自己出轨还要潘月明背黑锅 真的是令人唾弃 现在的董洁 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风光 沦落到了如今的地步 也是自己导致的 只能说不作就不会死 不过最近有网友发现 他们的社交媒体护官 不知道是不是有复合的苗头 第一位 关芝林 身为香港娱乐圈公认的女神 关芝林年轻的时候 长相非常的动人 身材也很妖娆 不仅如此 关芝林的情感史也是备受瞩目 而她也被称为史上最强的第三者 在关芝林所有的感情中 有一段事闹得是最火热的 就是当初关芝林和陈美琪 一起争夺老公的事情 当时关芝林与富商马清韦走到了一起 不过马清韦可是有老婆的 她的老婆就是陈美琪 于是关芝林为了成功上位 就在陈美琪怀孕期间 不断地打电话骚扰她 说一些难听的话 气得陈美琪腹中的孩子也没保住 至今无法生育 对于这件事情关芝林也公开澄清过 不是她做的 不过有一说一 这样的事情是挺缺德的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口碑一落千丈 塑造起来的人设怦然倒塌 也许是当初玩得太花了 现在的关芝林一直单身 无儿无女 真是令人唏嘘呀 关于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女明星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